欢迎收看又是家点新闻 我是肖元君 一起来关心今天3月9号星期三的重要新闻 首先来关心总统大选党内初选的情况 民主党总统参选人习莱利·克林顿在昨天的初选中 与密西西比州轻松获胜 却在密西根州意外败给桑德斯 而最近被共和党主流派重炮围剿的川普 则接连赢得密西根和密西西比州初选 克鲁兹则抢下了艾达河州 希拉蕊在协助他横扫南方各州的非洲裔的选民的支持之下 在密西西比拿下超过八成的选票 以82.6%比16.5%击败桑德斯 强烈的反应出 非洲裔的选民已经成为他的基本盘 然而 桑德斯在密西根却以50%比48%击败希拉蕊 在共和党方面 川普在密西根以36.6%的得票率 击败凯西特的24.8% 以及克鲁兹的24.3% 在密西西比 川普则是以47.3% 压倒性的击败克鲁兹的36.3% 以及凯西克的8.8% 但是在埃达河开票之后 却换成克鲁兹一路领先 在开出六成的选票时 各个主流媒体就纷纷预设他 笃定胜选 另外在夏威夷的党团会议投票 则是由川普获胜 川普的大胜显示 共和党的主流派对他的密集攻击 无法奏效 他在胜选的演说当中 他一直在吸收新的选民加入共和党 排挤他的主流派 应该把打压他的钱省下来 专注在11月大选击败希拉瑞 Santa Cruz加大UCSC 传出了六名亚裔学生 因涉嫌持有或贩卖管制药品 摇头弯而被捕 目前六人都被羁押 被逮捕的六名亚裔兄弟会和姐妹会的成员 现年都是21岁 包括华裔的以及越南裔的 其中有两人被控持有管制药品罪名 其他四个人则被控持有贩售管制药品 他们上个星期被查获的5000颗摇头丸 市价超过10万元 Santa Cruz警方表示 在国内安全部 戏毒署以及邮政检察局的联手调查之下 发现这些学生接收寄置海外的摇头丸包裹 而这些包裹的递送地址 为Santa Cruz的三间住宅 警方说 调查人员4号 在这三间住宅 截获将近10万余元的摇头丸的包裹 经过屋内的搜查之后 共收获约5000颗的摇头丸 Santa Cruz警方说 国内安全部探员当天也截获另外一批 寄到相同团体的大量的摇头丸 警方研判 嫌犯长期向中国卖家进货 在经由国际包裹运送 目前校方已经将这些学生暂停停学 去留将等待学校裁决 而嫌犯所属的两个兄弟会以及姐妹会 目前也暂停运作 根据Project Now网站先前的研究发现 UC Santa Cruz的学生 因为毒品犯罪而遭到惩处的比率 在全美国的大学位居第一 继续关注台湾政坛消息 民进党总统当选人蔡英文 于当地时间9号上午拜会 亲民党主席宋楚瑜 双方会面历时1小时20分钟 气氛融洽 蔡送会在上午10点举行 宋楚瑜亲自在会面的饭店门口 迎接蔡英文并且共同进场 两人在简短的致死之后 随即进行闭门会谈 双方出席的议题包括两岸 年金 社会改革 产业等等 在会面之后 蔡英文赠送宋楚瑜阿里山茶 宋楚瑜则是送给蔡英文一盒举止 象征开创台湾的新局 宋楚瑜强调双方会面 并未涉及人事问题 而是希望台湾有新的局面 共享台湾民主自由的制度 开创一个新的局面 关于敏感的两岸议题 宋楚瑜以 如果我们今天见面不谈两岸问题 可能是对台湾现状不了解来破题 表示处理两岸的问题 必须务实以及忠道 才能真正反映出真正的主流民意 中华民国是最大的公约数 蔡英文则提到年金议题 她说宋楚瑜告诉她年金问题的历史过程 让她对处理年金的问题有历史感 思考能够更平衡 宋楚瑜也承诺未来会给予协助 蔡英文也在会后记者会中表示 未来双方会常常见面 而她在回应媒体询问 何时举行双英会的问题时表示 马英九总统马上就要出访 等出访回来之后再联络 双方再来安排一个适当的时机 台北市长柯文哲率领的市政府 与企业访问团昨天抵达湾区 展开为期11天的访美行程 柯文哲一行昨天下午搭乘 长荣航空的班机抵达旧金山国际机场 吸引了大批台湾与本地的华文媒体 前往采访 柯文哲此行将拜访旧金山 洛杉矶和凤凰城三个姐妹市 在湾区期间将会拜会 旧金山市市长李孟贤 以及矽谷高科技公司和地方首长 并且参观史丹佛大学 此外 柯文哲也将会晤 美国在台协会理事主席博瑞光 今晚柯文哲将会出席 矽谷科技界大佬 旧金山台北姐妹城市委员会主席 徐大林的欢迎晚宴 3月12号周六 也将在New York出席 由北加州台湾会馆举办的午宴 并且举行在湾区参访期间 唯一的一场公开演讲会 由于前往的观众可以致电 408-268-7188 恰询购票详情 一项全国性的交通事故研究显示 2015年上半年 加州行人被车辆撞死的人数 比一年前增加了7% 这项由非营利交通安全组织 州长高速公路安全协会 分析各州与车辆有关系的 死亡人数的联邦数据报告显示 2015年1月到6月 加州有347人走路的时候被车撞死 比其他的州都多 在2014年的同期 则是有323人死亡 而就全国来说 行人被车撞死的人数则增加了6% 而研究人员表示 初步的数据往往偏低 当最后统计数字齐全的时候 还有可能增加到10% 这将是40年前 联邦官员开始追踪这些数字以来 死亡人数增加最多的一年 研究人员表示 美国交通事故死亡的人数 过去10年下降了四分之一 但是行人被撞死的人数却没有下降 行人的安全值得关注 研究人员也指出 汽车制造商不断升级汽车的安全功能 汽车乘客遭遇车祸的幸存率大增 但是行人却不具备这些保护 Google旗下的人工智慧公司DeepMind 所开发的人工智慧系统AlphaGo 昨天和南韩围棋齐网李世道 展开5盘对战的第一盘 结果李世道在3小时30分后 弃子投降 由电脑拿下首胜 DeepMind是专注于开发人工智慧的公司 在2014年以4亿美金被Google收购 随后在2016年在Nature这个期刊发表AlphaGo人工智慧系统 现年33岁的李世道曾经18次荣获世界齐王 目前齐立为九段 他在赛后表示他非常惊讶 也非常佩服AlphaGo的研究团队 李世道表示与电脑的对战才刚刚开始 他会继续了解对手 现在评价AlphaGo有点言之过早 他虽然冲到很大的冲击 但仍然很享受比赛的过程 李世道也表示 虽然第一盘棋没有下好 但相信往后的四场比赛胜算应该有五成 由于人工智慧发展快速 科技界对于这次的系列战十分关注 而这场比赛也是继IBM的深蓝电脑 在1997年击败西洋旗世界冠军卡斯帕洛夫之后 再一次有电脑击败世界顶级的棋手 这五场系列赛最终的获胜者会得到100万元的奖金 但是如果是电脑获胜的话 Google会将奖金全部捐给公益团体 以上新闻由优势频道制作 感谢您的收看 我们下次再见